拍一个情况 就是拍一个720度的环境 我们要拍怎么拍呢 右下角有没有一个黄色的 它其实是用拍照的方式 不是用录影 然后请看一下它怎么拍 你接下来这个按下去之后 接下来都不用按 接下来都不用按手机了 来 我再按下去之后 来 这边是按那个 但是你仔细看喔 它这边有讲说 你的相片是储存在这个的资料夹 请注意 所以如果你这些拍的照片 未来要放在Google相簿里 投的话 别忘记你Google相簿里面的装置资料夹 要进到这个Panoramas 这个资料夹里面把它打开 要同步备份 这个东西要打开 好 我就按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是要用相机 OK 开始了 我现在都不用按了 我现在 糟糕 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画面卡住了 但是 目前是正常 我的手机是正常的 就是 你就把这个圆圈圈 移到这个黄点 它就会开始拍一张 然后呢 你拍完了之后 它那个黄色会变 少一次就变白了 然后你可以再往左右移 往左右移它会出 又有出现一个黄点 你就逐一拍 好 因为我现在目前这个画面 不知道为什么停住了 我看一下 好 再一次 来 你看哦 我现在拍了两张了 然后我再往左 你看 有没有看到 黄色出来了 移过去就好 又拍一张了 然后你就是 你就是这样上下 你看 往上也有 一个黄色的 你只要去 移到那里 然后对准 诶 它又开始抓了 变成 诶 抓到了 有没有 再去移 它只能从你刚拍完的 左右邻居慢慢移动去拍 OK 然后呢 假设我这样逐一拍 等一下 在逐一拍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看到底下的勾勾 这里 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在慢慢跑 你看 现在目前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我现在再移下来 移下来 好 这里 黄色又增加了 你要让它整个 等一下到时候你要连脚底也要拍 头顶也要拍 然后它会慢慢 跑完一整个一圈之后 它里面的圆圈圈勾勾的颜色会变 就代表 你全部的都拍完了 如果它你一直发觉说 诶 怎么还缺一两张 通常缺一两张 通常是头顶 或者是脚底 但是拍脚底的时候 我建议各位 你的脚 比如说我要拍 我现在一直移不到 因为它要从邻居慢慢的 它要从邻居慢慢的拍 就是你 你刚才拍的那个照片的邻居 慢慢的一张一张拍 那拍到脚底的时候 请你脚稍微后退一下 不要把你的脚都拍进去了 因为当你把脚拍进去之后 到时候产生出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 往底下一看 怎么有一双脚 脚的前头 然后一半而已 就有点感觉 你依依照片的感觉 但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就是说 你拍的时候 你就脚后退一直这样拍 或者稍微张开这样拍 OK 另外还有就是 拍摄的时候 请注意 拍人的时候 你尽量周围不要有人走动 不然的话 你现在你拍一张 你可能只有拍到它上半句 然后等到回头 你要拍这张照片的 旁边的那一张的时候 它人走掉了 那原来你就拍到半身的人而已 OK 所以要看各位的技巧 来 各位可以先尝试看看